100颗 独卖巨人为日本职棒创始球团之一 隶属中央联盟 到目前为止 巨人队共赢得21次日本大赛冠军 是日本职棒史上赢得最多冠军的球队 6月3日下午1点 巨人出战中日 7月1日下午1点 巨人出战中日 千万别错过 您现在收看的是超级电视台 等我再要过 你必须出战 好 真的喔 只要阿公阿嬷不在 我们两个在 她就不敢这样子 为什么不报呢 会报 可是她如果真的是 就是乱哭 假哭的时候 我觉得你再去报她 她以后就会觉得说 那我以后用假哭这一招 对 杨诚太习惯了 以前我用过一招 她一假哭 我们两个跟不假哭 谁家很悲气的 她会怎样 好有用 小孩子就 chrome 他在看你们在哭喔 看父母在哭喔 然后他就不哭了 有笑话 我是直接跟我女儿用讲的 那时候也才快一岁的时候 我觉得她好像听懂 又好像听不懂 我直接跟她讲道理 她就这样 呵呵呵呵 她就说 我看过书了啦 你在假哭啦 哈哈哈 我就直接跟她讲道理 你不要说假鬼假怪啦 我不会理你啦 我就这样跟她讲喔 然后她就 呵呵呵 就这样 所以说 她的表情超经典 她就這樣 就走了 就走了 她就不哭 然後就走了 我就發現她真的聽懂 真的懂 人家還是早熟 熟慘了 小滴的方法呢 我們就有聽過一個 方法可以一覺到天亮 就半夜不會哭鬧的就是 她第一次哭的時候 你不要去換尿布 就都當作沒聽到 就算她有眼淚你也不理她 都不理她 你過五分鐘再去安撫她 抱抱她 然後過一個禮拜之後再十分鐘 慢慢延長那個時間 慢慢延長時間之後 她就可以一覺到天亮 那你過了一年 不就要等到隔天 越來越 她一直沒有笑 對啊 可是後來 就是好像 在一個禮拜之後 她就會一覺到天亮 然後我們就聽到這個方法很開心 然後就去跟公公講 公公就 她說怎麼可以讓她 哭超過五分鐘 公公會心疼 對 因為我們女兒 狂妹 對啊 不可能讓她哭超過三分鐘 她只要超過 恩恩恩 然後我公公就 對不起對不起 然後就一直抱著她 這樣 對 還會跟她道歉啊 媛媛奶奶都這樣 會道歉 然後就有點被寵壞 所以其實到現在都還是沒有方法可以治她 OK 我們來請教專家好不好 對於這一點喔 小孩子管她是不是假哭 好多怪招 如果我馬上抱她 就是變相鼓勵她下次也這樣子做 會寵壞她 是不是對的 其實很多家長 因為有一些書上說你不要馬上去處理 她會錯過一些比較嚴重生理上的問題 而被你錯過 這就算了 其實心理上也不見得每一個人都贊同 每一個專家不見得每一個專家都贊同 讓孩子能夠持續哭到他自己停止 這種事情 第一個孩子哭的時候 你還是要以他的所需要去尋求 不管是假哭還是真哭 假哭他一定有目的嘛 他今天要假哭他表示他跟你要討什麼 你一定要用你對他的認識 先知道你到底要什麼 然後你再告訴他方法 你用這招不好 那下次如果你需要這個 你跟爸爸講要這個 或者是你需要爸爸抱抱 或你要什麼 你可以用講的 讓他改變他這個要求東西的方式 而不是忽視他的需求 因為你如果說假哭 你說不准假哭 那他會覺得說 你沒有再問下一句嗎 我想要 我以為還有下一句沒有了嗎 然後就找別人了 那找別人 其實你跟他的隔閡就會越來越大 那如果是真哭 那更糟糕 因為真哭他表示真的已經心裡很需求 很需要抱抱 或很需要安慰 這時候你就這樣 就走掉 你想想看就算大人也是一樣 今天你很難過 在那邊唾棄 然後男朋友走過去說 我看過書了 五分鐘我就來找你 他感覺是非常不好 所以我想我們還是一樣 對孩子用你母性的直覺 用你母性的直覺去照顧他 當你用母性的直覺的時候 其實百分之九十都是對的 那只有一些在比較特殊狀況下 你沒有辦法想那麼多的時候 你可以翻翻書 看看有什麼新的方法 讓你減少你自己的焦慮 我覺得這樣比較好 好 那怎麼樣讓孩子可以一覺到天亮 這個質問聽起來有點大 因為爸媽也可以一覺到天亮 其實為了我嗎 好 來 修老師 基本上我們要幫助寶寶有一個 養好的睡眠 首先我覺得爸爸媽媽在提供孩子睡眠的環境 這個部分要注意到 溼度控制好 不要太乾太濕 另外一個很重要就是溫度 孩子不太需要太溫暖的環境 其實爸爸媽媽一定都知道 大概26度左右的睡眠溫度 有一點點涼涼的那個感覺 寶寶其實是最好睡的 這個也很重要喔 孩子在半夜起來的時候 有時候不太需要馬上就要去問他說 你怎麼了 你肚子餓什麼什麼什麼 我們會盡力爸爸媽媽先觀察 因為有時候寶寶就 每個人睡覺都會有一個睡眠週期 有可能他今天起來乾一下 可能是那個睡眠週期剛好結束了 那我準備翻身我憨一下 我準備要進入自己再睡另外一個週期 可是這個時候爸爸媽媽媽太緊張了 寶寶怎麼起來了 你是不是太熱太冷 然後去摸摸他去安慰他 去把他吵醒 這個時候對 他本來要自己在睡眠 結果你跟我講話 媽媽就起床了 那我就要開始玩啊 那累了 我蠻常聽到爸爸媽媽有這個困擾 所以在晚上半夜起來的時候 其實爸爸媽媽可以先觀察 你先躺著 假裝不要動 先看看孩子能不能夠自己再入睡 除非他是真的是起來哭了 那真的有可能肚子餓了 或是說你要不濕了 等等等等等等 我們再去處理 第三個 這個也是很重要 我們的 真的最好是要固定 孩子爸爸媽媽都知道 早睡早起身體才會好 所以白天包括他的作息 他的用餐時間 還有他的活動量 白天要 要動得夠 晚上才會睡得好 這是從零到不管幾歲的孩子都是適用的 所以作息是我們大人能夠控制的 最後一個睡眠前的一個睡覺儀式很重要 儀式 比如說小朋友睡前可能喝完奶之後先幫他刷個牙 可能唱一首歌或是說念一本書 好最後我們要關燈 然後可能把燈全部關掉 然後我們才進行這一個睡覺的動作 讓孩子每天習慣 不管在什麼地方 今天去阿媽家也好 去外面玩也好 我睡前都有這個固定的模式 就是讓Baby知道說 我聽到爸爸唱的那首歌 我就知道睡覺時間到了 就不是在玩玩具的時間了 從小孩開始培養 其實這個都會幫助孩子 有一個完整良好的睡眠 所以你要知道 小孩子其實他有一些天生的天性是怎麼樣 我們了解了之後 我們就知道說 原來他只是一點什麼小問題 如何對症下藥 如何針對他的完全感 我們去做一些補償 或是一些安撫 這樣子就好待了 就可以繼續再生下一個了 那先多賺一點錢吧 真的 OK 謝謝大家 謝謝 吃油 吃宵夜 也可以輕鬆瘦身嗎 要吃飯的話 如果吃澱粉 我一定隨油入口 如果吃麵包 我一定是加奶油 一些小吃麵糖 真的加奶油 不是 你是來自家正確快還是來過 真的 你還是這樣吃瘦的 真的 確定嗎 稍微不見得會怕 但我會吃點餐飯 又可以刺熟了 我會吃點餐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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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減肥新觀念 明天晚上八點 情侶都沒有這樣過 情侶都沒有這樣過 情侶都沒有這樣過